欢迎收听快川之饭派又黑花了 无奈神兽虚空 来咯来咯 男巡觉得小八瞒着他的事挺大的 否则小八不会这么生硬地转移话题 身为过来人 男巡没有继续逼问 不想说算了 我现在和阿明在一起 天塌了 有他顶着 想到这儿 男巡笑得格外甜蜜 第二天 男巡就感受到了 雪明的办事效率 游戏论坛的那条火爆帖子没有被删 但是变得更火爆了 回复楼层变成了夸张的三千多楼 仅挨着这条帖子的也是一条热帖 标题只有简单的四个字 法院传票 男巡新点开了原来的引战帖 楼主已经删了之前的帖子 换成了一段极其诚恳卑微的道歉 不过这话很有为自己洗脱的嫌疑 说什么自己并未指名道姓 他说的根本不是天下第一和天下第一的道理 是很多网友自己想太多 他也很无辜 巴拉巴拉巴拉 这段诚恳的道歉 把众网友气炸了 我去你大爷了 我们说了这么多不见你冒泡成亲一句 现在出了事 你他们要的都是马上蹦出来 想将自己摘出去 你他们要的就是一坨把吧 除了这个人 下面还有一大片骂人的网友 以及无数吃瓜群众 楼主道歉了 楼层中六七八个人也发了道歉声明 言辞诚恳地恨不得自己从来没有说过之前的话 这些还不是最让人解气的 南巡看到层主帖子里有一条热铁 热度都快赶上正帖了 而这个层主居然是图片中的金项链傻二哈本人 他秒了 老老子跟小小舅子勾个尖喝个小小酒都都能对偷拍 还被你们骂骂成了狗 你们这些骂骂老子丑的人都给老老子等着 老子不找人把把你们脑壳开开打开花了 老子就不是AA是霸王龙 南巡微微瞪眼随即扑哧一笑 居然把真正的苦主找来了 阿明也是牛掰 看到网名黑社会老大的留言众人才知道 楼主帖子里的那金项链傻二哈土豪 根本不是天下第一 而是A市道上有名的霸王龙 传闻此人虽然长得像个傻缺 但手段极其狠毒 多人手指头只是一眨眼的事情 楼主就因为图一时爽快 招惹了这么一个人物 挨一顿毒打那都是轻的 而众人也注意到 自从楼主发表了道歉声明之后 就再也没有冒过炮 不知道这人是不是被那黑社会老大找上门了 如果是真的呀 估计会被套麻袋暴打一顿 打得他爹妈都不认识 虽然帖子内容后来被证实是造谣 但神尊玩家们已经在潜意识中 认为天下第一 就是个跟金项链傻二哈 差不多模样的爆发户 因为天下第一和天下第一的道理 平时的作风实在太好了 好得让人手痒想揍人的那种 南巡表示 花钱使他愉快 何况花出去的钱绕了一个圈 又回到了血明手中 血明的钱就是他的钱 他花起来真是一点不客气 有句话说得好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挣的钱就是用来花的 土豪夫夫一边砸钱 一边在游戏里大杀四方 慢慢地将契运子摔在了后面 在七运子等级一百 步入大城七的时候 南巡和血明已经同时达到了一百一十级 步入了修真界地图的最后一个境界 渡截七 两人事事抢先一步 几乎霸占了所有境界榜的榜首和第二名 而且每次都是相差一两秒上榜 原本的游戏大神仗剑走天下 一直被这对土豪夫夫压着 所以被好多玩家取笑是万年老三 连老二都做不成 哎呀杨哥 你听听这些人是怎么说的 气死我了 赵娇娇听到那方万年老三的言论 在游戏里气得直跺脚 在他眼里 周盛阳是最棒的 无人能及 周盛阳的几个兄弟也觉得挺憋屈的 这两个人试试压周盛阳一头就算了 可他们每次组团刷副本 都要被这对土豪夫夫 抢先一步拿到首杀 就算他们几个好不容易拿下首杀 也会很快被这两个人给破了副本记录 凑巧能凑巧到这个份上 他们不得不怀疑 这夫妇俩是专门跟他们作对的 周盛阳倒是不以为意 笑着摇摇头 城王败寇 有什么好计较的 若不是他们手中有神级装备 他们肯定超不过你 你们是不是忘了我们玩这游戏的目的 几个兄弟相视一笑 没啊 我们是来吸取经验的 我们的目标 是以后做出一款 比身尊还出色的全系网游 几个大男生都有雄心壮志 很快便热烈探讨起来 只有赵娇娇还在计较那对土豪夫夫的事情 他觉得凭他女人的直觉 这两个人绝对是在找杨哥麻烦 当晚舍不得男友受欺负的赵大小姐 偷偷在论坛上传了 杖剑走天下的帅赵 这帅赵一出 杖剑走天下火了 有人认出 这是Z大的学霸笑草 激动地列举了 杖剑走天下的一系列牛逼成就 尤其是几天前编出的一个小程序 居然卖出了十多万 是货真价实的计算机编程高手 有了杖剑走天下 学霸笑草的冲击 土豪夫夫的热度顿时减了不少 书房内南巡看着血明笑 好歹是气韵子 你就让人出出风头吧 你这么见不得她发光发热 血明在电脑上敲下一句通过 淡淡地道了句 出风头可以 但拿我的女人当垫脚石 那可不行 我算是哪门子垫脚石啊 对方不过是用学霸大神的人兽吸粉 她又没对我做什么 是玩家们喜欢瞎对比 那句小八说 气韵子因为这件事情 跟女朋友冷战了 她本人也不喜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